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托马斯比布莱恩特上场时间骤减 他布满汉姆的战术安排 主动申请交易 交易截止日当天 胡人把托布送到绝金 把贝弗利送到魔术 换来班巴 达文比里德和两个次轮签 对胡人和托布来说 这是一笔双输的交易 班巴被诊断为左脚高位踝关节扭伤 常规赛报销 胡人没有大中锋了 托布在胡人场均12.1分6.8篮板 投篮命中率65.4% 来到绝金后 场均只有4.4分3.4篮板 投篮命中率跌至45.1% 如果汉姆懂得变通 托布就不会走 胡人现在仍有中锋可用 可惜了 现在胡人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自由市场 接下来说说胡人视讯的这两个中锋 TT出生于1991年3月13日 高满32周岁 身高2米06 臂战2米17 2011年首轮四号秀 上赛季TT效力过三支球队 国王 步行者和公牛 2021年夏天 他被凯尔特人交易到国王 TT在国王队打了30场 场均出战15.2分钟 得到6.2分5.4篮板 投篮命中率50.3% 2022年2月9日 他被交易到步行者 2月18日被踩 2022年2月20日 公牛签下TT 他为公牛出战23场比赛 场均上场16.3分钟 得到5.7分4.7篮板 投篮命中率56.5% 数据还算说得过去 2022年休赛期 TT和霍华德 大白鞭等内线一样 突然无球可打 从NBA失业了 维狐人视讯前 TT本赛季找到一份新工作 ESPN分析师 有球迷建议 他应该分析分析卡戴山甲族 言归正传 介绍一下托尼比布拉德利 这小伙出生于1998年1月8日 身高2米08 臂战2米26 今年2月22日 布拉德利被公牛裁掉 布拉德利跟胡人还有一层关系 2017年选秀大会 他在首轮第28顺位 被胡人选中 胡人把布拉德利送到爵士 换来30号签 约时比哈特 和42号签 托马斯比布莱恩特 这是胡人比较成功的交易 布拉德利在NBA的发展 不如那两位 新秀合同还没到期 布拉德利就被爵士送到费城 2021年3月又被交易到雷霆 他在雷霆打出生涯最佳数据 场均出战18分钟 得到8.7分6.1篮板0.8盖帽 投篮命中率65.6% 整个NBA生涯 布拉德利场均5.1分4.5篮板 投篮命中率63.9% 这两个球员特点差不多 都是篮领 吃饼形中锋 布拉德利的优势在于更年轻 静态天赋更出色 但TT更有经验 大家觉得谁更适合胡人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布迷路